太深太深了 我们这么多年讲习 是在讲也常常提示 无量无边的佛法 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 这是无上法宝啊 万法归夷 意思是什么 夷就是这一句名号 万德鸿鸣 一归何处呢 归西方极乐世界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 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修许了 一身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不可思议啊 真正是经常讲啊 无辱无重苦啊 但是无其乐 那个世界叫极乐 这是决定不错的 所以 这个头身 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 人与人之间 明不了四中原 深知苦 前面说过 我们已经过去了 忘掉了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去投胎 你去投胎 投胎是迷惑 如果 如果你很清楚 你很清醒 你不会去投胎 六道里面 一位秦 去投胎 去受身 什么原因 佛在经上讲的 盈欲 一切众生 这是直流道众生 借以盈欲而振生命 是这样去投胎 如果你投胎的时候 你是男生 你爱女生 你是女生 你爱男生 卖有情欲 就不会来投胎